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由印度他们创造了这个数字 然后传去给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把它拿去运用而发展下来 然后我们就有我们的012345这些而演变而成的 那今天是不是要给我们讲解一下里面的奥秘呢 对了 今天我们就谈数字 对我们起了什么很大的作用 那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讲解三个案例 三个案例 三个case study 用numerology讲三个case study 师傅 第一个个案就是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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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号码0408 你看得到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呃 呃 0408 那这个单位 呃 算是蛮不错的 哦 住进去赚钱的人会很平稳 哦 就是有得赚啊 很平稳 哦 赚的钱很快咯 哦 哦 是 但是因为四号和八号而组成了 哦 哦 所以它的那个相加的陈数是三号 哦 哦 所以来去会很快 哦 三号就是很快的意思 可以说是快的意思咯 哦 然后四号是什么意思呢 四号是比较平稳 平稳啊 就你看余子都有四个 哦 四个角 哦 原来这样 就很平稳的意思 然后八号呢 八号呃 呃 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咯 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压力三大 压力三大 压力三大就压在那个四个角上面 对 然后就东西就走得很快 对 有得赚 哇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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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的门牌0708 0708 0708 师傅 你觉得这个数字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呃 0708是很好的数字咯 代表主人会赚很多钱 哦 可是他的钱赚的越多 他的压力越大 啊 而且啊 他的人际关系会很复杂咯 会很复杂 这个是因为哪一个数字的原因 呃 是因为八号的数字咯 哦 八号就是很stress啦 压力很大 对 是因为压力造成的咯 压力造成的 而且 嗯 他他七号和八号相加起来是六号嘛 嗯 对 六号的话 他会很有钱 嗯 会赚很多钱 嗯 那可是他是因为八号而形成的嘛 所以会造成他会有很多麻烦 可是有赚得到钱 可是会很压力大 压力三大 压力大啊 会造成很多麻烦事发生哦 哦 好 嗯 那我们再听下一个个案吧 ok 现在我们讲第三个个案 ok 第三个个案就是门牌0139 0139啊 师傅 0139是不是1加3加9这样子看的 啊 不是不是 因为同一个楼层不可能发生 啊 一样的情况嘛 肯定是每个空间他有不一样的 啊 情况发生嘛 哦 所以是 所以是你只可以用一号和三号相加 那等于是吗 嗯 代表说这个主人他做事情 会很稳 哦 是就是很稳哦 就是很平稳 哦 他不会冒险 哦 他不会去冒险 一定是稳扎稳打的去做生意 一步一步来了 对 然后 后面的九 就是说 啊 这个老板就 啊 有进没出哦 有进没出是属猫的对吗 哈哈哈 不可以 你只可以说他是金打细算 啊 金打细算 哎 钟爷想请问一下哦 啊 如果是2跟4等于6啊 2加4等于6 跟1加5等于6 两个都是等于6 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当然不一样啦 1号和5号是不一样的讲解哦 哦 然后你如果是2 2号和4号相加起来的 它是另一种情景嘛 那2跟4加6 又是怎么样的说法呢 啊 2号就代表说他的 桃花很旺 啊 啊 然后4号是说 这人很聪明 哦 很稳很聪明 很稳很聪明 哦 那么他的人际关系方面 会很好 所以2加6等于6是好的 对 哦 然后通常 通常2加4等于6的话 它会由人员带来财运 啊 然后最适合是赚女孩子的钱 哦 赚女孩子的钱 哦 那1加5等于6又是怎么样的说法 1加5等于6又不一样 因为1号 它是一个比较固执的数字 哦 啊 从他开始 哦 啊 从他开始 所以他 会去帮助5号的意思 那5号的讲解又是什么 5号他是皇帝嘛 啊 5号最大嘛 他是皇帝来的嘛 所以1号就会去听5号讲咯 嗯 他是1号是一个符合的那个性质 哦 那么5号是一个命令 哦 就是一个王跟一个助理 对 所以是啊 一个服从一个强行的去 去办事 那也可以赚到钱 啊 可以赚到很多钱 那有没有说是要赚男生的钱 还是赚女生的钱 啊都可以啊 哦 反而都可以 哦 反而都可以 他不像2号和4号 他相加起来是两回事来的 哦 是不同的情况啊 不同的情况 对 当号码相创的时候 会形成不一样的东西 哦 好 谢谢师傅 好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 哎 下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周园的就是 呃 如果是同一个楼层的话 情况会是一样吗 比如说8楼啦 我们华人都认为8楼是一个好一头的楼层吗 呃 那倒不是 是 反而 反而在数字里面的话 8号是一个很不好的数字 啊 啊 因为8号你看 8号一从开始又回到起点 是一个很难写的字 就是这样啊 对 所以他的啊 他会形成很大的阻力和压力 而去形成了 比方说整个楼层 他是8楼 可是你要看 他是 怎么形成的 那个 空间单位 啊 比如说他8加1 形成减 那么他出来的现象就不一样 或者是8加1 8加2 啊 会完全是两回事啊 所以同一个楼层不会有一样的现象的 就同一个单位空间 他的现象是不会一样的 咦 周爷 我们华人很机会 号码4号 啊 手机不可以有4号啊 家的门牌不可以有4号啊 车牌不可以有4号啊 是不是真的4号是不吉利的呢 呃 那倒不是 如果在数字方面 4号是一个很很好的数字啊 啊 可是在我们华人的传统4号就 就好像啊 好像广东人说的啊 4号啊 谁几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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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如果在数字方面 4号它是很好的数字啊 怎么说呢 它 可以代表说聪明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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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事情很平稳啊 做事情很平稳啊 可是凡事有好都有坏的 不会全部是好的 肯定有好也有坏 凡事都一样 那8号有不好也有好 他也有好的地方 比如稳重 细心 他好的方面会呈现这样 坏的方面就是压力很大 要求很高 这些是他负面的影响 所以每个数字都有一面好一面坏 凡事都有好有坏 OK很平稳的平均 好今天谢谢周爷为我们讲解 这么多数字的奥妙 谢谢周爷 好还有更多的 下次我们再聊 好我们记得观众点赞 分享订阅还有关注我们 谢谢 OK拜拜 各位喝咖啡 periodic 我们来聊个问题 谢谢 も 我们来聊